字幕提供 各位晚安 香港時間的現在 你看到的時間大概是2點多 英國時間應該是7點多 這一節 將港豐城上海和港豐城放在香港時間做上下 這是講俄國鐵的違約 因為俄國的國營鐵奧被宣佈違約 這輛車這麼像ICE 這輛車是ICE闊軌版 專門以往為俄國製造的 因為俄國的軌距 如果對鐵膠就應該知道 俄國軌距比人闊軌 它是1500mm 1500mm 跟我們一般的標準軌距不同 所以就算中國東北的鐵膠距 有些都不會走標準軌距 跟俄國接釀的通常都會 要是要轉軌 有些就改成1400mm 就是標準軌 因為中國走標準軌 台灣就走 除了高鐵之外 主要走日本軌距 日本和台灣很像 所以日本和台灣這條路 基本上是很一致的 這個也是原因 信號系統有些不同 因為台灣用歐洲信號系統 俄國鐵膠為何違約呢 就跟制裁有關 因為基本上 俄國 不可以做 不可以用Street來做 美金或者歐元交易 上個禮拜五的債權人 開了一個委員會 那個委員會就很清楚 主要的債權人 包括UBS Bank of America 我們不收勞報 不收勞報券就很清楚 那就是違約 債務違約 現在怎樣呢 如果是這樣的債務違約 會 其實這個就開始了俄國經濟崩潰的罪目 我想打完這場仗之後 俄國剩下多少錢 我好成疑問 因為這次和以往不同 它是兩頭銷 一方面俄國就開始消耗 它的人民幣儲備 大概它有 20-30%的儲備 是黃金或者人民幣 OK 它本身存有的黃金和人民幣 跟著呢 其餘那些呢 就是在西方國家存的 美金 歐羅 都凍結了 歐羅 瑞士花安 英鎊 那如果現在是這樣的 那些主權債 會違約是怎樣呢 因為現在很大機會 俄司的主權債都違約 那很大機會就是 俄司在海外的儲備 戰爭結束之後 一元都拿不回來 為什麼一元都拿不回來呢 就是有一部分錢 就應該會給 或者譬如涉及一些 特別的那些 涉及那些 有份資助俄國打仗那些 大有錢奧的那些錢 應該會割給烏克蘭 賠償戰爭算是 因為好實說 你這樣炸發 你拿著一個基庫的損失 都不止那些 或者一些民事的 或者 例如外國人在烏克蘭的資產 那 這些 一定是外國的 在那裏撥錢 就是 譬如將俄國的資產 沒收 所以我相信 俄國國營氣 國營天然氣公司 在烏克蘭的網絡 基本上 在戰爭之後 不會再屬於俄國的 應該是直接沒收 到的機會就很大 那 如果是這樣的地方 就是 因為凍結了 那我就問法院我 claim說 這個沒有錢 然後 現在就是 這個就是為什麼 普京堅持用烏布 給錢的原因 他不是附在烏布會界 烏布會界 沒有意思的 現在一個在市場上 監獄不同的貨幣 沒有意思的 這個是中文傳媒 為什麼不斷地 為什麼 為自己壯膽的一種說法 基本上 烏布 烏布 沒有人接受 沒有人接受 你的烏布交易的 沒有用的 基本上 他 很經意圖的烏布交易 就是 他意中用一些 他自己印到的錢 保住他的外匯儲備 但是 採機都傻了 Default之後 為什麼俄銷說 要採取法律行動 就是 他要保住自己的外匯儲備 特別是 在央行的外匯儲備 不會被 給債權人 我走 因為如果是這樣 就是 有些東西 你一定要外匯買 買不到 你消耗了 至少 你可能剩下 可以用人民幣 向中國買 接著 他在西方國家的儲備 就全部 不是給債權人 我走 就是給 烏克蘭我走 結果 你想一下 我在海外的儲備 沒有了 然後 我又要消耗儲備 你找到中國的數 OK 就是中國用人民幣找到的數 接著 他 有些用黃金 接著可能 除了自己刮金之外 沒有其他的資產 俄國 就是 換言之 俄國打到某個位置 技術上 經濟是破產了 這個就是 那個威力 因為 你想一下 那個 你的威力 你就會出現 那個情況就是 但是 俄國將會 就是 一無所有 我還沒計 你的戰爭賠款 不止那麼少 我相信俄國 我會儲備器 不夠支付 戰爭賠款 所以很大機會 就是 可能是 譬如 途經 烏克蘭那些 天然氣或者石油收益 很大機會 有很多年 很多年 很多年 俄國的天然氣的收益 甚至小麥的收益 是會落了 烏克蘭代 可能 100元裡面 可能 因為戰爭賠償的問題 或者海外債權人的問題 可能 70% 80%都是歸 烏克蘭 或者歸 海外債權人所有 那俄國可以得到的錢 就很少 這個就是 之後的結果 所以 你這個會 觸發那個連鎖反應 就是你當然 有些人說 俄國會拋金 俄國拋不到金 因為一早呢 那些貴金屬市場 說明俄國是 不准 拋金 就是有時候 你想想 那個拋金 那個黃金 那一季金屬市場 他知道你 你 好 你用Suite 用不到Suite 你已經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買到金 已經沒有辦法 賣金了 然後 就算 你可能有些銀行 用到黃金交易也好 他不做你生意 所以 為什麼金價這麼堅定 如果不是正常 以俄國的性格 不斷沽金就行 這個 為什麼要 金價 很簡單 很簡單 你和國沽不到金 你猜 人們想不到 你用沽金 這個方法 來 作為 貿易 所以 這個叫做 蠟燭兩頭燒的情況之下 我的經濟崩潰 幾乎肯定 所以為什麼中國要救這個契弟 就是 為什麼最後最後 俄國會成為中國的附庸國 也是一個原因 我不是計 有可能要割養領土 黑割養領土 是啊 因為 因為 你 現在變成 烏克蘭的安全需要 所以 可能 俄國某些城市 可能要割讓 除了是收益之外 可能要割讓 是保障 烏克蘭的安全 譬如說 現在 摩爾多亞 和烏克蘭邊境 那個 德佐地區 那個地區當然沒有了 那個應該就會被 原餘烏 摩爾多亞 吃光 但 譬如有些地區 有些 黑海 某些地方 落地 可能 有些城市 或者 我這樣 譬如 別以哥羅德 那些 那些城市是否需要割養呢 這件事情 是可以探討的 因為 以往西方國家 談這些問題的時候 也有一個 考慮 就是說 如果我要保障小國安全 戰後的領土 變根 是不是要把那部分的土地 那個割養本身 就是要作為一個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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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的一部分 一般都會有這個安排的 看看烏克蘭 打算過什麼城市 去做這個安全保障 就是 因為這個就會變成 它容易守 就是好像 為什麼 Belgian會拿了部分 德國城市 就是 固然是有些是賠償的原因 但是 有些原因是因為 安全問題 就是 要保障比利時的安全 所以一次大戰之後 我們這個州 有部分 就是 阿恒 市交 基本上 全部都是各樣 比利時 所以就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就是 阿恒是沒有市交的 技術上 OK 阿恒市交 當然有部分 就連著德國 一小部分 但是技術上 現在阿恒沒有市交 阿恒 阿恒市交全部都是 比利時的境外 很有趣 有些人住在阿恒 比如 有些 Belgian的人 為什麼 住在Belgian 在阿恒上班 因為他本來 在一次大戰的時候 他是阿恒那來的 但是因為 阿恒周邊地區 各樣了 比利時 所以就變成 他們的家 已經在比利時境外 只不過他們的 他們的工作在阿恒 他們的公司在阿恒 比如 我住在市交 但是我市中心有一個藥房 是Appoteet 那個Appoteet 你不是前方後驅的 每個人都 但是那個 是出現的一種停航 所以俄國的遺約 是一切的開端 就是說 俄國經濟崩潰 從這邊開始 從這裡開始 是的 市場留意 是華爾街 會不會被 俄國的公司 違約 OK 多過 留意 那個盧布匯格 盧布匯格 沒有意思 因為沒有人會換毛布 會有一些 在國際上 沒有recognition的貨幣 來做生意 正如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匯格 有沒有意思 人民幣匯格 有意思 都是香港和中國之間 人民幣的用家 原因是 因為香港是最大的 人民幣用家 因為香港 很多食物 或者其他東西 入口 用人民幣找數 變相 有一個人民幣 和港幣之間的 是這樣的 但是 現在 我想問 我給盧布的東西 你收不收 我給盧布現金的東西 你收不收 沒有人收 你試試在德國 有一條街 我有很多盧布現金 我給你 我 我見到一些 Ukrain人 手上都有一些 Russian人的盧布 因為你知道 兩個地方近 兩個地方都有交流 好 你拿著Russian人 他的盧布 你走到銀行 沒有人跟你對 沒有人做 Ukrain人 沒有人做 Ukrain人的錢 固然沒有人對 Russian人的盧布 沒有人對 所以變成他們的經濟 很麻煩 所以 有些是 好像是 拿著烏克蘭錢 有些是 烏克蘭銀事館 幫他換成 歐元 變成他可以生活 緊急 因為外交部門不同 所以 我這裏 Ukrain人的領事館 這裏 很多人 很排長 因為 有些Ukrain人 來到Dusdorff的原因 為何會多呢 我們這裏 因為我們這裏有領事館 領事館 擺在Dusdorff 領事館擺在Dusdorff 領事館擺在Dusdorff 很多東西都不同 我想 這個很清楚 我的鐵奧維約 還有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俄國鐵奧維約之後 我想除了中國 其他前毒 即是蘇聯的 加盟過俄國 鐵奧交通局分岩 做不做呢 不會做 基本上會停的 都會停的 為何3月20號 分岩和俄國 和聖比德保之間的鐵奧線 即是黑爾生基 聖比德保線會停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3月14號 審議了 3月14號 你3月14號 審議了之後 你不知道怎樣交易 那些錢 譬如賣非收益 我不知道怎樣對 或者譬如電費 電力的消耗 或者一個站 你知道其實你做鐵奧 鐵奧都有幾重開支 因為你的網絡 譬如是廣州 你路軌的使用費 有一筆錢 電費有一筆錢 接著班學 即是車站的使用費 有一筆錢 接著你車站 你車站使用之外 例如清潔服務 或者補充水 補充 處理廁所的廢物 全部都要錢 對 廁所的廢物都要錢 但你全部火車都有廁所 那些廁所的髒東西 你都要清 你不會 你不會 那些市消耗 等到 等到回到自己國家才清 不會的 一定是當地清 否則你實實爆 的話 因為實實多市消耗 那些 那些 譬如維修 維修 譬如你駕熱車 可能一些 不是太 影響運作的維修 或者譬如你說那些員工 你的工作時間爆了 那他要住酒店 那要住酒店 很正常 在長途火車 那些火車已經四五個小時 他也有個休息時間 那些火車人員要休息 住酒店 那些全部省不了數 那你全部省不了數 那 停吧 那有些 譬如你現在還沒有 credit default 那時候還偽偽薄 我可能credit給你 我可能知道奧布怎樣省 但是現在你credit default 你已經沒有credit 我沒有辦法credit給你 就算我接受奧布 找數 我都credit不到給你 我credit不到給你 沒得搞 因為那些是大數 或者貨運分成 那些完全搞不定 那些 所以俄國的鐵路交通 那個 國際會崩潰 那些 所以你說什麼中歐班列 中國說得很大聲 本來是因為戰爭風險已經停了 但是我去過中歐班列 如果是俄司鐵路的法 呢 短期內 不會恢復 中國給你玩殘 就是中國的貨 肯出經中歐班列 去到 高加速那裡 就停的了 接著你說 Furder去其他歐洲國家不做 沒得做 怎麼做 除非中國代王國鐵路交通 鐵路交通 就是回復有一個credit 要不然怎麼做 我穿不過烏克蘭 我穿白鵝 白鵝我穿過來波蘭 接著第一個問 你波蘭鐵路局一定問 大佬 你那個鐵路的使用費怎樣 或者譬如你說德國 譬如德鐵德國 鐵路使用費 車站使用費 怎麼比才好 你說貨運車站更複雜 你涉及那些貨運倉儲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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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储的佈掛 那些储的關口 那些費用 你到德國 轉口 一個關口的 那個 那個處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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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怎麼算呢 沒得計 沒有得搞 所以你說俄國 這次鐵路國有鐵路衛 接著 一路連鎖反應 俄國基本上玩完的 連國際鐵奧都賺不到錢 基本上就是一澳兩頭銷 所以你說普京還可以打多久? 你問 如果你從經濟金融的角度 他再打一個月給多 因為你再打一個月就沒事的 你那些公司用貸款 那些貸款用貸款 你什麼都做不到 我賣又賣不到 我買又買不到 有什麼賊都買不到 不好意思 那你所有交易都跟中國做 那你所有交易都跟中國做 中國有些公司都要貸底 譬如華為 華為撤出俄司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錢 第二 華為自己要貸底 慢慢抽那件事玩不夠嗎? 想又來多劑? 不要 你第二間做吧 這件事不關我事 任正非一定跟北京說 我已經在加拿大找了兩年了 你不要再給我炭了 但是我不好意思 是這樣的 所以華為馬上閃了 你想想 中國也不會什麼交易都跟你做 因為裡面商界的人自己都會爭底 所以你說 最後俄國會進入一個局面 就是 我什麼賊都買不到 我什麼賊都做不到 那些人民就會開始不滿 那些人民開始不滿 然後大家就會質疑你戰爭 越死越多人 但是烏克蘭就越打越厲害 那些武器 裝備越來越多 那些人越打越有士氣 結果你不會打得贏 你說現在的過期MRE 俄司 遲些那些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遲些我真的不知道他吃什麼 運到運不到的人 你不要說俄司鐵奧那些人 你不要說俄司鐵奧那些人 那些人說 怎麼會運不到人 那些電也是自己 煤也是自己 那些人 你不要說什麼 你現在在俄司鐵奧這樣違約 很簡單 例如他這些高速貨車 即是那個ICE3 即是莫斯科順域不得道線 那些零件 西門之妹 你想要服務 沒有服務 沒有人 有代理商也沒有人幫你做 我想買些零件 可能走去波蘭 德國那些 我想訂PASS幾多號幾多號 對不起 沒有人招呼你 你誰買的 連中間人都未必存在 我告訴你 你都賺不到數 我為何要幫你找瘋 為何我要和你捉 都不會抽一鎖 我說俄司崩潰 即是航運 即是海洋空三 運沖崩潰正常 遲了問題 美國火車頭 那些 即是蘇聯崩潰之後 你這樣 俄國自己都放棄了自己的火車供應 中國還想辦法偷高速火車 就是蘇聯崩潰 就是蘇聯崩潰 變成霍卿號 但是 你這樣 俄國 當時普京覺得 沒有這個成本效益 免得 他不賠中國 當然有人說 可以問中國買 那些零件 你試試中國買 你試試 我告訴你 你這樣繞過制裁 立即西門子那些 你馬上說 多謝 不做 不做你的生意 連中國的鐵路都攬炒 有什麼奇怪的 你那些親共的鐵交 即是怎樣 什麼 屯馬線 開通很開心的那些 那些 你不要跟我爭 你幫黨鐵說話 那些 我這裡不歡迎你 我又對鐵交 軍交 巴交 都不受歡迎 因為我懂這些事情 但是我知道 就是不是這樣看的 我想俄國的位置 大家可以持續看電影 看看俄國經濟怎麼用 當俄國經濟變得 一票蕭條的時候 看看普京還打不打下去 你烏克蘭的經濟 我都沒有問題 在西方援助之下 他會再起 再收你俄國的資產 但是俄國經濟這樣搞 那些儲備 被人偷了 賠了 你 如果這場上打完之後 我的經濟頹三四十年 呢 比當年陣落搖發都差不多 那今晚講到這裡 那 第三次香港時間 早上